公元194年 汉县帝16岁 举行成人礼 大赦天下 这一年的四月 一个不太有名的少年身上 发生了一个神奇的故事 陈流人高柔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 遇见到曹操与张淼的关系 将发生变故 对乡里人说 曹操虽然暂时占据着眼周 却胸怀兼并天下的壮志 不可能长期的相对 安心坚守这块地盘 张淼拥有陈流郡为资本 必定会择继而兴兵 我建议大火举家外迁 以避战乱 当时所有人都认为 曹操与张淼关系亲密 使铁哥们 没有人相信一个小孩的话 而高柔则确信自己的判断 带着族人迁往河北居住 后来张淼果然反叛曹操 世人都对惊叹于高柔的财食 这一年 大汉国运极其不顺 西凉的马腾 韩岁以秦王为名 攻打长安 曹操 陶谦 吕布等军阀相互征伐不止 人祸之外 又碰上天灾 6月 长安城在两天之内 连着两次发生地震 当年的4到7月 连续4个月 天不下雨 发生严重的旱灾 在人祸与天灾的共同打击下 长安的骨子一壶卖至50万钱 出现人吃人现象 换县帝命令 是遇使侯问取太仓中储存的米 斗欧洲镇纪鸡鸣 可仍然有大量的人饿死 县帝怀疑有人从中作弊 便命令用太仓中的米斗个五生 在自己面前 欧洲 煮出两大盆 于是 则打侯问五十棍 鸡鸣这才全部得到镇纪 后人都将东汉衰弱的原因归咎于人祸 比如诸葛亮在其著名的出世表中就说 亲小人 远贤臣 此后汉之所以亲腿也 又说未尝不叹息痛恨于环陵也 意思是环陵二帝要对东汉的衰弱承担主要责任 固然 环陵二帝却都是昏君 东汉之灭亡 人祸是主要的原因 但我们不能忽视另外一个因素 据统计 泽汉陵帝西平元年 治汉县帝西平元年的23年间 中国发生的地震 次数净达十次之多 究竟是历史记录不准确呢 还是这段时期恰逢地震高峰 我弄不清楚 我想说的是 史家研究历史 不能忽视大自然的力量 对历史发展的贡献值 东汉之王 频繁发生的地震 也是原因之一 曹操回到沿州后 与吕布交战 获有胜负 三国演义将交战过程写得紧张曲折 精彩分成 引人入胜 读者可以作为参考 汉县帝兴平元年12月 陶谦病重 弥留之际 要把徐州牧位子让给刘备 刘备推辞 并建议将徐州让给临近的袁树 此时恐荣在场 对刘备说道 袁树岂是忧国妄家之人 不过是种中枯骨而已 和足介意 今天的事情 是老百姓选择贤能 上天把徐州赐予给你 你不接受 将来要后悔可就来不及了 于是刘备接受了徐州牧职务 演义上说 淘谦前后向刘备让渡徐州 达三次之多 刘备皆故此不受 罗冠中此番周折 大概是为了凸显刘备之人意 真假就不必计较了 同月 一周牧流烟驱使 妻子刘彰领一周 孙策结识周瑜 投靠旧父丹阳太守武警 募兵得数百人 迈出了其辉煌人生的第一步 期待